一般民眾放心 社區是安全的 在社區裡面的感染幾乎是非常非常的低 社區是安全的 也不需要再對一般民眾再做抗體的檢測 然後再來就是確診個案都產生綜合抗體 這也是對我們在做疫苗的研發跟使用 是一個非常非常正面的訊息 證明說即使在經過100天之後 大概是100天前後 它的綜合抗體都還存在 可以把病毒綜合掉 讓你身體的細胞活得好好的 所以總結這個研究是在我們國內 第一次你用這個科學性的血清抗體的調查 來證明彰化很安全 同時也證明台灣很安全 為什麼彰化安全 台灣就安全 因為彰化是第一個本土病例 第一個死亡病例發生的地方 所以彰化如果是安全 全台灣就很安全 這個科學數據也是用來 我們對國外的學者專家 當他們不了解台灣的疫情的時候 這樣一個科學證據是非常有一個正面的意義 第二點也是告訴我們所有民眾 社區這麼安全 在這邊這麼安全之下 表示說當初中央的防疫政策 是有效的 是有用的 大家就一起配合中央防疫政策 來落實防疫的新生活 那這些抗體的資訊 很細膩的資訊 那麼豐富的資訊 後續還是可以用來給疫苗 研發的相關的單位 還有我們以後要更進一步去圍堵 未來第二波疫情的時候 這些詳細的資料都可以拿來做 我們最終方法的參考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你應該與你 人量 感谢观看